这是一条外星萌萌虫 别看它长相不咋地 但它就可以治病救人 男人将它放在发烧女儿的额头上 虫子很快就吸收掉了多余的热量 仅仅过去半天 惊人的一幕就出现了 只见高烧365天的女孩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把虫子当成了治病救人的良药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 这种虫子还有可怕的一面 这天一只旺材在地上撒了泡尿 旁边的虫子看到后 一个猛子扎了进去 旺材有些好奇 又跑了回来 它用舌头对着虫子一顿乱舔 没想到虫子当场生气 一切就跳进了旺材的嘴里 旺材瞬间呼吸困难 它地上不停地打滚 随后虫子控制旺材来到一个大爷面前 可大爷并不喜欢狗子 并对着它不断地吐圈圈 虫子瞅准机会 一跃钻进了大爷嘴里 等众人在发现旺材的时候 发现它已经被吸成了一具干尸 晚上 大爷摇摇晃晃地来到一处村庄 它瞅准了一对情侣骄扑上去 慌乱间 女人用棍子将大爷闷倒 其他人听到动静之后 急忙拿着武器赶来过来 四眼叔上前查看 发现大爷的嘴里竟然钻出了虫子 众人被吓得急忙后退 随后虫子开始退皮 净化出了一张嘴巴 接着虫子猛地跳向眼镜书 四眼叔见情况不妙 直接一连来了好几个360度后空翻 虫子哪见过这架势 一个没杀柱撞住上来 这下虫子也彻底被激怒了 它直接弹射起步冲向了人群 虫子掠过几人 目标直逼四眼叔 他四眼叔丝毫不慌 随手拿起锅盖躲避了攻击 可就在他向众人嘚瑟时 虫子突然钻进了他的裤裆里 众人结壮 赶紧上前帮忙啊 直接大脚丫头往上踹啊 虫子被踹跑后 他们赶紧躲进屋 并关上了所有的门窗 这时四眼叔的儿子放学回来 他从书包里掏出个同学给的虫子 要把他当成宠物饲养 众人看到吓坏了 四眼叔一把抢过扔到地上 这时另一条虫子爬来 他样子应该是一公一母啊 众人急忙跑到楼上报警 但福波勒却说 两条虫子你报锤子警啊 见没人相信 几个人又壮着胆子来到楼下 可没想到啊 虫子的体型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巨大了 更可怕的是 他们还完成了交配 铲下了很多虫卵 众人想用脚踩碎 可虫卵坚硬无比 就在这时 虫子母体突然出现 大胖举起686就开了一枪 然而子弹射入虫子体内 又被反弹回来 子弹分裂成无数个弹珠 朝着众人射来 众人被吓得急忙趴下 然而却在这时 一条幼虫突然咬出大胖的屁股 怎么拽都拽不出来 危急关头四眼叔想到了办法 他让大胖趴在地下 自己抄起铁棍 用标准的高尔夫动作 把虫子成功打掉 可刚转头就发现 虫子粘在了铁棍上 接着哭吃一声就钻进了他嘴里 大胖健壮 只好用相同的方法 把虫子打飞出去 这次虫子成功脱干 掉进了冰块里 这时众人惊讶地发现 被冰冻的虫子竟然一脚就踩碎了 见虫子怕冷 众人又想到了对付他的好办法 小帅用虫卵当作诱饵 把大虫子吸引进冰库 接着小帅又把虫卵 倒进冰冷的池水中 大虫子健壮也开始 慢慢地向泳池移动 可就在要爬到尽头时 大虫子突然察觉异常 开始连忙后退 这时大胖冲上来顶住木板 在四眼书的帮助下 两个人合力将虫子 扔进了泳池里 随后他们打开制冷开关 把泳池的温度调到最低 然而就在这时 隔壁突然发生了火灾 众人急忙救火 却不小心踢断了电源 制冷设备失效 池水开始解冻 大虫子又重新苏醒了过来 这时有三个混混过来 收保股费 四眼书解释 钱都被外星虫子吃了 混混听后哈哈大笑 结果下一秒 三个人又被虫子一口吞掉 虫子消化完之后 还朝大胖吐了一脸口水 这时一个女人突然出现 说她看到虫子 吃了四眼书做的包子就死了 于是四眼书 将包子里的豆角扔了过去 可没想到 虫子吃完又吐了他一脸口水 接着众人又扔出肉馅 可依旧被喷了一脸口水 这时小帅也突然想个招 他将四眼书做的 臭豆腐包子放进袋子里 指挥着老妈扔向空中 接着小帅临门一脚 成功踢进虫子嘴里 这次怪物终于有了反应 一阵抽出过后 最终化成了一滩碾液 或许虫子到死都没有想过 自己竟然被活活臭死了